為若時偏鄉永續發展 產業衰退的狀況進行史物交流 實踐大學學生在老師帶領下 一行50人來到桃園區參訪 來了解遠鄉產業 讓學生親自走入部落 實地了解部落現況 為明年南橫公路通測後 對部落農特產擠觀光 構思未來地方產業發展 這邊的活動雖然說 因為之前風災的關係變少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可以透過一些 像打耳機那些布農族的傳統祭典 可以多慢慢在這邊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來參加 推廣最主要 因為畢竟現在是網路的時代 可能會從網路先著手 我覺得可以就是觀光 觀光跟他的那個農產品 都可以去做一個結合 就是可能邊做農產品的部分 然後邊做就是景點的部分 然後景點跟農產品一起去外銷 帶隊老師表示桃園區的梅子算是全台灣產量最多 產業風災造成道路受阻 梅子通路也跟著受阻 造成竹人生計受影響 這是當前竹人最切身的問題 也是所要克服的 原鄉部落它的天賦跟特色不只是在我們人自己本身 還有包括它的環境 它的生態 那這邊所種的那個各式各樣的產物 都有它非常特殊值得大家來欣賞 去了解的地方 我們借我們這個學校來協助我們在規劃計畫 在人員上的協助 讓我們的遠鄉的觀光能夠借助 學校的推廣行銷之後呢 把這個這個遠鄉的所有的計畫規劃能夠執行 這個對我們也像是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區長表示 為了桃園區的觀光農業發展 區公所陸續將跟南部各大學校合作 希望透過產學交流 未來南橫公路通車後 能帶動地方競技產業的發展 原日新聞打給我高雄桃園採訪報導